原标题,我能否经不起一场持久战的消耗? 专家的回答让国人吃下定心丸我们知道,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厌恶战争,因为战争除了给人带来苦难和伤痛,留下的只有痛苦的回忆。 战争不仅仅会消耗大量的武器,而且也会造成大量的伤亡,以及对各种资源、能源,都是一场巨大的消耗。 一些小型战争还好,几天甚至是几个小时就能结束。 但如果像一战和二战这样的世界级战争,那带来的伤害,真的是难以预料的。 战争对于参战国来说,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,都无法独善其身,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。 但是在二战时期,一些国家想到一些奇招,那就是一战两战的战法,进行大规模战争。 就比方说日本和德国,他们通过局部战争,去侵略一些弱小的国家掠夺资源,用以维系和强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,企图获得更多的利益。 尽管很多国家厌恶战争,但是我们都知道,有时战争却成为世界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,所以无论如何躲避都无法独善其身。 但是如果当战争来临时,一些占据战争优势较大的国家,那么,胜算就多了一分。 就拿中国来说吧,我国地大物博,不仅拥有广袤的土地面积,更拥有丰富的资源。 而且近年来,在军事上不断积累,已经拥有大量武器装备,服役于现代化军队。 很多武器以及作战化方式,都达到了国际线线水平。 大家都知道,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核军尸体,那么,这样的中国能否应付得了一场持久的世界级战争呢? 专家表示,我国具备两大得监独厚的优势,让中国不畏惧任何一场战争。 其一就是我国丰富的各类资源,因为战争说是武器的对比, 其实更多的是资源和能源的较量,最重要的是战争相耗的是大量的物资,也就是金钱和资源。 更何况,如果是一场持久战争的话,那么资源储备量的多少就非常关键了。 资源多的自然就占据优势,否则的话,很难维持一场持久战。 不过好在中国的资源非常丰富,这是我国与生俱来的一大优势。 那么另一大优势,自然是战争中最需要的军事力量吧,我们知道军事力量的强弱,将是直接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。 那么这一点相信大家都清楚,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军事国家,其实力仅次于美国。 我国最强大的陆军更是世界各国无人能敌,其空军和海军排名也是全球第二位。 所以说,对于这样一个强大的中国,不管是持久战也好,还是闪电战也罢,我国都能轻松应对。 请结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